注意123 就是最后当然我们就建一个database 然后一个table 里面有六个栏位 那六个栏位里面的话 大概类似像这样子 里面的话呢 也许我们只要文字的部分 不会超过六万多个字用vatch 你看算一下 就给它稍微大一点的空间 没关系 然后大概这个画面把它弄起来 然后呢再到哪里呢 再到问题2 这个table 你看上面有个标签 就是seql 这个seql的话 原则上就是你可以跟这个table沟通 基本上不外乎就是用insert 写资料 那你可以用什么select select 所有start from哪一个呢 问题2 你可以把资料再用select查出来 或者有什么update update就更新哪一笔记录 或delete 大概会有这些 我想其他部分的话 你会不然底下也都有按钮 你也可以 你只要按下其中一个 他会给你个范本 你去修改就可以了 我觉得这个myseql还蛮方便的 他有一些范本 所以他还不是说叫你从头到尾自己写 你看刚刚insert 按下去 其实这有点像填空底 你就把这个填空一下 value1234 有六个人 你就填上去 你想要记得一个原则 就是如果说你是文字 就是vatcha 有没有 vatcha的 记得前后要加单引号 加单引号 如果是数字的话 就不要加单引号 ok 就是单引号的话 表示说它是一个字串 是一个字元 一串就是字串 可以把它写进去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刚刚有在云端上 有做了一些范本 所以你切到这个myseql 我们这边底下这边 那基本上 你可以把这个拿来 然后贴到这边试试看 或者你可以修改 比如说刚刚已经有001了 那你可以改002 然后第二个 你会发现 除了vatcha之外 其他都没有加 那个所谓的单引号在外面 就直接把它执行看看 001有了 你就可以002 我换一个002 然后把它执行 其他当然你可以什么 update delete delete的话是 看delete哪一笔记录 等等的 大概这些 那ok之后的话 接下来我们就要切到哪里呢 再来就切到我们的 这个 assess 不过在assess这个地方 我讲过 以前我们在前一个单元有讲 就是如果你要跟资料库沟通 主要就是两个东西 一个ado 一个 就是 那个seql语法 那不过特别之后 ado 有一个地方就是驱动程式 那这个驱动程式呢 assess跟msseql seql server 因为他都是微软的产品 所以其实他还蛮狡猾的 他直接去安装了 但是买seql 他不是自己的产品 所以他驱动没有先帮你装 但是也还好 你顶多怎么样 就是需要什么呢 从那个我们我有帮各位找到 你从这边第三个单元里面 可以找到 就是六四的 其实我们这边其实只要六四就可以 我刚刚讲过 他怎么知道六四 我刚刚找到了 在这里 其实这个档案里面有个什么呢 账户 账户里面有个什么呢 关语 有没有 这边就告诉你六四位元 所以回去你们可以看一下 不过理论上应该都三四二为主 现在我很少看到有人用六四位元 跑起来其实没什么感觉 但是基本上比较小 而且是2016的 所以怎么办呢 请记得 如果你是这个版本的话 请记得我们等一下练习 请你装这个WINX64的 如果你回家练习的话 我是建议你先看一下 应该是三个 那你就装三个就好 如果你不确定的话 你两个都装 保证正确 因为只有这两个版本而已 三个跟六四 只有这两个版本 所以之前有同学 我刚刚跟各位讲过了 本来装错了 没关系吧 再装一次就好了 装完之后 那你怎么知道 你把驱动程式装进来 其实很简单 你只要看一个地方 如果你有装过 你就不用装 请你在控制台里面 控制台里面 这边控制台 控制台里面的话 有一个什么呢 叫做系统管理工具 大概是在哪里呢 你们点开来之后 差不多是在这个位置吧 不过它的位置可能会因为你的解析度而调整 系统管理工具里面 你可以找一下什么 这边有个ODBC ODBC支援料来源 其实ADO基本上就是抓这边里面的Driver 有没有 ODBC 就是叫什么 Open Database的Connection 就是开放式的一个什么 反正让你可以串接资料 就是城市跟资料库之间的一个共通的地方就对了 那我们打开64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一下驱动城市这边 各位可以看我刚已经装好了 我刚已经装过了 点两下来下一步下一步 你可以看一下这边有一个什么 MySeqo这个 有没有 如果说你的电脑里面有这个的话 恭喜你就装好 我刚刚是直接就下载 这个64的吧 然后你把它开启 开启之后呢 你就把它下一步 下一步下一步就OK了 因为很简单把它装一下 装完之后确定说呢 你在你的控制台里面的系统管理工具 有这个驱动城市之后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来把什么呢 把那个Excel里面的资料写到MySeqo了 我这边先demo一下 因为其实这个还弄了蛮多次的 应该OK 而且不过第一次在Win10里面弄 我本来还蛮担心 在Win10的环境下 会不会很多的问题发生 因为微软都很奇怪 没改版一下 然后就给你乱动一下 乱动一下 你又要在发脑筋说到底哪里有问题 不还好 今天测试一下 还算还蛮顺利的 所以首先的话 我先测试 总共的话 我们大概就会有五个按钮 第一个按钮是新增单笔 新增单笔里面的话 基本上就是什么 里面我大概就是写什么呢 基本上跟之前的那个 写到SS 其实程式差不多 按下它之后 我先追踪最下面一笔 等于是这边 Ctrl向下 追踪到100这一笔 然后追踪到之后的话 我做什么呢 把它的ABCDEF 总共会有五个栏位的资料 分别丢到ABCDEF的五个变数 反正因为在ABCDEF我是偷懒 因为实际上要有名称 可是后来想说到底要取什么好了 后来干脆好了 全部就是ABCDEF 就是这样最简单 所以有些地方我们其实还蛮脱懒的 有些地方就干脆用哪一位名称算的 然后再把这六个这些资料 怎么样 就在call什么呢 利用ADO新增资料的这个sub 然后把这些六个丢过来 丢过来其实就我们之前讲的 基本上我大概只有做 第一个也是create object 我前面讲过 就是把ADO这个韩式库引用进来 引用它在哪一个呢 叫做Connection Connection顾名思义 就是用它去帮我连资料库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我就建了一个mycom的一个物件 利用mycom的物件呢 它有个方法叫open 因为我有没有一个connection 我产生一个 在记忆题产生一个 叫做mycom的物件 这个物件可以做什么呢 可以帮我open 可是open你要告诉他两个最重要的讯息 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 assess的话 我前面讲过前面这一串呢 指的是它的驱动程式 有没有 所以你想说老师 那驱动程式怎么看得出来呢 其实你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这个driver这几个字 其实就是引用什么呢 驱动程式里面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不是有一个什么呢 myseql这个有没有 driver的这个叙述 其实主要是引用assess的话 我们好像上网 如果仔细看的话 应该是这个microsoft的空一格 assess这一串 而且里面的字还不能打错 不能打错就算了 还不能复制 所以你干脆直接先call我云端上的就好了 不然这些我事故 他没办法按右键复制 所以你也没办法去抓那个名称 我看这边可不可以 所以我这个驱动程式这个名称怎么来的 基本上后来我找到一个网站 他提供了所有只要是资料库的连线方式 他都把它放在一个网站里面 那我是直接去那边抓 那个网站还蛮好 蛮重要的 因为我用到其实还蛮大 www.connection connection connection 就是刚刚那个 connection street 字串嘛 street 然后加s 因为他有很多字串 点什么呢 点com 这个网站 connection street connection 对这个 所以这个还蛮重要 只要 取凡你现在市面上看到的所有的资料库 server 反正 他全部都包了 里面都会教你怎么连线 所以你会发现 我之前用的什么 assess 其实我是call哪里 这边就有了 有没有provider 你说老师你怎么会知道 这边都有了 我就直接拿来用 改一下就好了 你说那个myseql 没有 一定有 在哪里呢 在这里 有没有看到 myseql 那你点进去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 其实就是standard 我看 它是server式的 这个 这边有很多种连线方式 是不是这个 myseql的连线 myseql有一个driver式的连线 我记得好像是 它有好几种连线方式 我是用Connection 5.2这个 那就是从这边 这边就有一样关字 其实我是从这边 怎么样呢 复制贴过去 改一下就好了 所以以后 如果你有别的database 只要你市面上看到的 所有的database 基本上上面应该都有 像什么 IBM的DB2 这个可能金融界的 连什么Firebird 这个很少 Eseql其实也有 等等的 如果说你要连线的话 这个网站都有提供 那我们主要 第一个 假设我们安装好驱动 然后也确认说 我的驱动是OK的 再来的话 我们大概等一下就要认识 总共会有 第一笔是把最下面一笔 直接先丢到 我们的myseql测试看看 所以等一下请各位 第一个新增单笔看看 按下去 这时候出现成功 里面的话 我刚刚提过 就是第一个 我是直接把这些相关的driver 丢过来 没有 另外的话 server因为我现在是local host 指的是我现在这一台电脑 当然未来 如果你也会有个IP位置 比如说163.14.15.12 类似这样的 那你可能就要改这个IP位置 OK 你要先确认一下你的IP位置 其实以前是按右键吧 这个网路 这边可以去找到你的那个什么呢 以太网路里面的网卡 这边就有了 IP位置 163.14.15.165 那你如果查到之后 你就要告别人 别人可以把他的资料写到你这一台 OK 所以这边的话 它还可以复制 那这个是从哪边的 按右键 这边有一个吗 我习惯最快的方法 这边按右键 有一个网路这边 开启什么 网路和网记网路的设定 然后这边有个什么呢 以太网路 网卡 有没有网路 以连接嘛 往下这边就有了 不过这个版本是Win10的版本 Win7的版本 设定方法又有点不太一样 所以设定完之后的话 当然你们等一下也可以直接连我这一台 比如你把那个local的 你把它改掉 改成这一个 你的资料就会写到我这边来了 当然你们等一下也可以测试 比如说两两同学互相测试 我连到你那边 你连到我这边看看 如果都可以的话 那以后你在公司 如果公司是允许弄这个的话 那你就可以这样做 底下的话就是问题 Database问题二 User Password加一下 然后最后insert into之后 就把它execute就可以了 所以基本上这个语法非常的简单 跟上个礼拜的assays是一样的 那我们只要写过去之后 最后先check一下 这边有没有成功的 其实你可以到问题二里面看一下 里面多一笔 有没有 0101这一笔就过来了 接下来我们等下就讲全部新增 上里面有讲过 全部跑 当然我在左下角会出现这个 总共几笔 因为我这边笔数蛮多的 全部费入 那我一样切到我们哪里了 切到这边看一下 有没有全部过来了 而且蛮多笔的 这边至少一两百笔 然后再来怎么样 把这边删掉 再从MySQL那边再帮我汇回来 因为我这边没有了 我希望从MySQL那边再帮我调资料过来 全部又过来了 然后最后一个按钮是什么 删除MySQL的资料 意思就是我刚刚丢过去的这些东西 我要把它全部清空的话 那我可以直接在Excel里面按下它 这个时候我们切过来看一下 这边再把它重新整理 你会发现这里面的话全部清空了 OK 所以等一下就是主要一个循环 反正就是先把资料写过去 然后把Excel这边资料删掉 删掉之后的话 再把它丢回来 再把资料库的东西清空 反正就是练习 可以丢过去 也可以查回来 请各位稍微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第一个先安装驱动 你先装64就好了 第二个的话 再到控制台里面 有一个叫什么 系统管理工具 里面会有一个ODBC资料来源 如果你装完之后 应该就会有那个东西出现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切到我们的问题02的Excel档 那我们今天大概就练习 总共有五个按钮 这五个按钮 待会我们再来看 这五个按钮里面的程式 在云端上也都有 12345 其他的话应该就差不多是这样 我们下期苗 有个人